為了GO 我們一起看天氣 最近的天氣好熱 不像是10月秋涼的天氣 因為高壓還是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持續的高溫炎熱 午後山區有些局部的雨勢 那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西半部空品略差 下週要留意可能有一些擾動的發展 有機會成為颱風 不過現在說什麼還太早 但是雙十廉價的天氣 可能後半期有一點不穩定 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大致上最近呢 有沒有看到高壓在日本跟韓國的上空 所以當地好熱好穩定 那台灣這邊持續是吹的偏東風 其實這樣的環境是很穩定的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西半部相對的等於是空氣呢 大氣很穩定空氣品質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有沒有看到未來就吹的偏東風 大概下禮拜三四之後 水氣會略多 因為這邊有一些擾動開始發展起來 有一些水氣 所以東半部容易多雲 西半部偶雨 那這個呢有沒有看到 可能下禮拜有一個在南海發展的颱風 不過南海的颱風要到台灣的機會 沒那麼高在這個季節 後面這邊也都還有 所以 各位有沒有看到 廉價期間可能末期呢 有颱風會接近 不過 現在說什麼還太早 因為這個東西 還沒有生成 還沒有熱愛性地氣啊 不要看到模式就很緊張 10月份呢通常大概會有 三個颱風會生成 三到四個颱風會生成 所以有 再有兩三個颱風會生成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們這時候就要關注的 就是說有時候呢 10月的颱風 因為有東北風的共犯效應 所以有時候颱風沒來 也是要特別關注的 那台灣的天氣呢 這幾天吹的偏東風 所以東半部容易 有一些地形的震雨 那西半部很穩定很晴朗 空氣品質要留意 特別是中部 到雲家南 要稍微留意一下 到高雄屏東也是 等於是有時候早上起來一層 霧霧的感覺 但是那個不是霧 那個不是霧 你看太陽出來之後變熱了之後還在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空氣汙染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大致上呢天氣是很穩定的吹東風 那西半部都會穩定 所以降雨的模擬上可能在這個花蓮到宜蘭 到新北這個部分有一些局部短暫性震雨 但西半部都很穩定 請大家好好留意一下 所以大致上天氣是很穩定的 大致上256度到33 34度 整個中部也是類似 等於是都是很穩定的天氣都差不多 這個其實是蠻不錯的蠻穩定的很適合 到高一點的高山去好好走一走 這個還沒有到達很秋涼的地步 都是可以短長夏天的長袖的裝扮 請大家好好珍惜 以上是今天的威德GO 我們下次見